好,先說一下這個哼哼有聲,星期四會說什麼 因為現在有奧運,再加上現在這個特區政府亂禁 每個星期的新聞都鋪著來 星期四會特別針對加明事件說回一節 因為這也是跟黃標KOL有關 其實我也會說少少跟間接有關的 就是五加浪的波三事件 另外就是消費券,消費券不夠時間說 會留在星期四再說 那收費環節說什麼呢? 收費環節說吳亦犯,即是攬炒 終於成為了街下囚 然後連林俊傑和潘偉柏都被實名舉報 再加上劫獄事件之類 我也會留在第三節說 其實我也是那一句 這個吳亦犯事件很快就被人拿走了 因為被公安抓了之後 就說牽涉到有個詐騙的成份 有兩頭門,即是兩邊都騙錢 他們仍然是忽略了我最初說的事情 就是那一段微信 其實已經是宣判了這個吳亦犯死刑 而他為何會弄得這麼嚴重呢? 其實某程度上他會救猶自取 不過這個留在第三節說 第二樣就是講一下中國奧運隊法力 其實我想今屆最多 應該都是破了他們在北京奧運的套牌紀錄 另外當然美國也是很難追得上 其實我上個星期就講過很多中國運動員失準的原因 其他的國家為何可以拉近跟這些體育強國的水平 今天我就會主要反而是講一下 為何美國以前的體育大國會衰退得那麼厲害 那個原因是怎樣呢? 還有中國為何有那麼多失誤 那麼多壓力的情況之下 仍然可以獲得這個獎牌榜冠軍呢? 當然現在放下黃標卡羅最喜歡說 就是中國運動員如果拿銀牌會被人罵 不讓他們回中國之類 那我就反而可能將個角度去看回 其實你要想一下為何中國即使失誤了那麼多 都可以拿這麼多金牌 而美國為何會讓了體育強國這個位置給中國 還有就是上個星期沒有說到 我想說多一點 就是你作為一位老一輩 你有看奧運或者相關運動的人 你都會記得以前有一件事現在是消失了 那件事就叫做發球權 我都會留下第三節說一些 就是懷免發球權的一個殘留的痕跡 第二節我就會主力說是 林日希退股100毛 我會嘗試用一個金融的角度去分析 究竟為何他會將差不多六千萬的股份 只是用八百萬就賣出去呢? 那背後牽涉什麼的概念呢? 還有就是為何他要在這個 就是在那天的大辭職日的聲明 就是在那天做大辭職日的聲明 那為何會這樣做呢? 那我會說 當然也要批評一下 就是代林日希去批評一下 就是為何他推出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人很喜歡陰謀論 如果他不是說清楚這件事 我告訴你 跟著是蕭先生 細良 國師 沈國師 不是陳雲國師 老千社 一定不停地大做文章 有林日希受到政治迫害 隨時說到他 現在香港都離開不了 這些陰謀論的KOL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林日希一定要急急去澄清的原因 另外當然 還相對來說 就要說回這個 Arm Channel 就是混血肥仔的 退股兼辭職事件 其實放在這個收法環節 也有很大問題 我很困擾 其實我很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實在知道太多東西 而有很多東西 我是不可以說出來的 我會在第二節 盡量就著來說 如果想知道 Arm Channel內幕的事情 我就勸你 不要特地訂閱這一節 因為我一定要很就著 因為要等事情 親相大白 才會告訴大家 為何我要就著來說 好了 還有 可能說少少國歌法 看看第一節是否說得完 當然 現在每一次 這個節目的第一節 就一定是 講一下這個政府 是怎樣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 我們之前已經重複說 其實打壓香港市民 就在兩年前已經開始 甚至一直都有 但打擊得最激烈 就是兩年前 這個抗爭運動開始之後 但是很多香港人 是不會覺得 可能他只會有一種很濫情的感覺 但是他不會覺得 是燒到自己近身的 因為他們總是覺得 喂 那你下街 放火魔 去倒路 去釘東西 那你是值得被捕 當然他們不會說錯話 但他心裡面就覺得 喂 我在網上罵幾個政府 照計就不關我事的 所以你一直都不會覺得 這些人是有一種很恐慌的情況 但現在不是 國安法立了之後 你就會發覺 現在所有人的一言一行 即使你沒有直接 令到這個政府 是受到這個損失的 但是 只要他覺得你是 違反這個國安法 那他就可以 可以進行政治清算 那更加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他不需要用國安法 他可以用其他的法例 但是這些法例 他過往是不會這樣用的 但是現在 因為要清算 所以就 將這些法例的前飾演繹 無限地擴歡 簡單來說 其實所有人 都很難免 你踏入是可以被警方拘捕的危機 當然 我們香港人最厲害的是什麼 我一直都有說 就是這個打壓越大 抗爭力量越小 當然今天我要公祝一下 各位的黃絲 8月1日 香港有沒有封關 你有沒有走不掉 證明你說那些人多麼圓會 不停地吹 8月1日修改法例 香港沒辦法再離開 我們會被人封關 今時今日 有沒有人是因為這樣 這個法例是走不掉的 就算有 都不關你的事 你們抗爭做過什麼貢獻 不過我們不拉近遠說 首先當然 就是要由兩宗新聞開始說起 第一宗就是這個教協 被教育稿宣布 就是終止合作對象 什麼終止合作對象 其實教協雖然就是一個 泛民傾向的工會 其實我就不當它是一個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為行業爭取權益 所以它跟這個政府 作為一個全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 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例如教協會做很多持續進修的訓練課程 給老師 其實現在每年都有 100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很久沒有接觸 中小學老師都會做一些持續進修 教協會提供一些課程給他們 當然他們可以跟政府談論相應的資金 去到一些老師和學校的糾紛 教協某程度上可以作出介入 教育局有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要諮詢業界的時候 他們都會選擇找教協作為其中一個商討的對象 當然 政府會長期跟教協合作 並不是因為他們覺得教協是一個親政府的組織 而是因為全香港大部分的教師都是教協會員 你要去處理這個行業 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跟教協談論 這個也是為何突然說 教協跟政府中斷合作 為何會中斷合作 因為一向都有很多合作 反過來說 教協雖然掛著支聯會的成員之一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都是一些淺藍 也很正常 如果你有去教育教育打滾 你也知道 教書的人 他們所謂的支持民主 只不過是停留在投票支持法民的候選人 以及出席六四燭光晚會 其實很大的時間 其實都是跟建制派的想法沒有什麼分別 社會不要亂 政府管治香港就很好 為何要搞這麼多激烈抗爭行為 有什麼就在建制內想辦法解決 其實他們本身都是有一個親政府的傾向 只不過因為他們掛著支聯會 以及他們跟泛民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就會令人覺得他們是一個親民 就是親民主的組織 最好的例子就是 你會看到葉建源 甚至之前教協的成員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批判本土派 批判人民力量 就是反社民的一個先鋒 或者我們說很多的一些 比如司徒華反五區公投 很多政府的一些議案教協的代表 都會投贊成標 所以其實教協一直都跟政府的衝突是不大的 而如果你要看回歷史 林鄭剛剛上台 現在有很多人翻舊 其實我一聽到這宗新聞 我就想就著林鄭上台這個概念來講 林鄭剛剛上台的時候 沒有這個送中問題 當時仍然有很多的泛民對她有希望 跟她有很多的一些溝通合作 其實最初最初 林鄭的第一個功勞 就是修復了教協 我想大家已經忘記了 其實除了她有出席教協的週年酒會之外 她最重要做了一件事就是 降低了學校的私生比例 令到全香港的中小學可以額外每間學校請多一至兩個老師 用一個我們所謂的permanent contract 即是中生制去請這些老師 當時其實已經跟葉建源做了一個魔鬼交易 就是你如果接受我這個offer 就是可以減低私生比例 你往後就要成為一個潛在的建制派 所以這個葉建源可以在財政預算環投贊成票 甚至乎可以在這個致謝動議不投反對票 我沒有完全查過投票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有投贊成票 就算沒有 她也很少會投反對票 很多政府的議案 她都是暗淡支持的 當然也不僅是她 還有莫乃光、梁繼昌那些 就更加不需要說 在那時候最初最初 林鄭是將教協視為盟友 她是跟教協建立一個很緊密的戰略聯盟 就是透過用公帑去增加教師的利益 而換取教協對政府很多政策的支持 好了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自從出現了這個反送中事件之後 整件事就逆轉了 其實我又要再次說 有很多被政府迫害的人 其實都是很無辜的 譬如教協就是 教協我還記得 當初 都不知道那些人 不停要求教協要去三罷 要去罷課 溫溫吞吞 一直都不是怎樣回應 是去到最後 先不情不怨出了一個罷課的聲明 但其實很快也是沒有了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三大三罷很快就回應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根本那些老師都不合作 不要說老師不合作 教協不合作 其實你很難叫一些個別的老師 是長期罷課的 所有罷工罷課都是要由工會組織的 如果工會都不情不願 甚至乎是不能夠堅持 當然也不能夠搞得成 所以其實今時今日 這個教育局要和教協割席 林鄭說過往和現在是不同 教協已經成為了一個反中亂港的組織 當然 你聽下去是很諷刺 當初你就是全力去和這個教協 就是巴結這個教協 換取她對政府的支持 現在你就當作是隱蔽 而反過來也很慘 教協當初是其中一個政府 林鄭政府的一個最強力的支持者 現在竟然就要讓你這樣 扔到廁所 沖走 做了一個過氣的隱蔽 我也覺得是挺唏噓 而且也很無辜 因為教協 你看回現在梁振英 又攻擊教協 又說她什麼賣 你看看她賣什麼 她賣美心月餅 她賣中移動的大灣區Pan 她不知道多愛國 只不過今時今日 習近平下了一個命令 就是所有和這個支聯會 有密切組織的組織 我們都要切割 其實教協已經勝利了 他們已經收到封了 已經要退出支聯會 已經想著跪在你面前 但今時今日沒有用 我覺得人們說得很好 教協自從司徒華的時代之後 一直都希望可以做到第二個工聯會 她在會員優惠上 跟工聯會做一個很強的競爭 她們很多成員 其實本身都是中立的 甚至是偏藍 她們很少跟這個政府支持 唯一一件事就是 睹眼睹鼻的就是 這個支聯會的成員 但我有一些說 今時今日紅當蕩的何漢權 教育評語會的前度主席 當初她在她的中學 都是每年搞六四道念習會 她現在當然不減搞 六四這件事 是過往在江澤民 甚至胡錦濤時代 是默許利這個香港人可以做 所以那些人說 你當時又說 六四悼念是 反而是中共最想你做的事 今時不同的往日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也說 如果你這樣說 當初你們說 要民主回歸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拿你出來辨師 我覺得不同的形勢 也不能夠不同去說 當初其實大家都有個共識 就是香港人可以悼念六四 換來一種 就是可能比較 對於中共沒有那麼抗拒 比較和緩的一種關係 但現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沒有了 沒有這件事了 六四我們是不會再容忍 有人會用它來作為一個 反中亂港的藉口 所以今時今日的教協 就由林鄭作為一個親密戰友 就變成了一個隱形 我覺得也是幾悲哀的一件事 有些很多人就說 這個教協被人清算之後 下一個就到工聯會了 我也覺得這些想法比較天真 教協和工聯會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工聯會是有共產黨按插的 就算司徒說以前是地下共產黨 你也不會相信 其實他是代表共產黨去建立這個教協 但是教聯會也好 教協也好 其實很快的黨委都會洩進去 或者現在已經是不抽筆 一看都知道是共產黨員 我覺得你去幻想下一步去清算工聯會 這些就實在我覺得太天真了 第二宗新聞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黃耀明被捕事件 黃耀明被捕事件 我們先說一下來龍去脈 話說黃耀明被人找回 在2018年 曾經在港島區補選 歐樂圈的造勢大會上 唱了兩首歌 然後就叫人家支持歐樂圈 叫他投票 現在就把這個片段找出來 就說他還留在歐樂圈的Facebook 作為一種證據 就說他涉嫌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十二一A條 就因為他是為另外一個人以上 一個人以上 即是為他以外的人 提供娛樂 其實娛樂就包括飲食和各種表演 他有使對方在該選舉 他投票與歐樂圈 這個娛樂就定位為 你唱了兩首歌 就為一個歌唱表演 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也有人找回前任廉署的行政專員 查誠 我告訴他 其實他真的犯了法 沒得搏 然後蕭先生又拍了一段影片 就說他是極度愚蠢 我先說了這條例的問題 然後再說回 其實老實說 蕭先生你真的很卑鄙無恥 這個時候你們落井下石 而我不明白那些黃絲不出聲 你們不喜歡說什麼分化L 不說你為什麼經常罵自己人 但這個我們拉後再說 先說這條條 聽起來沒有錯 你又唱兩首歌 然後你又叫別人去投票 那你就是犯法 你就是要被人抓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你2021年才抓 2018年你為什麼沒有抓 這件事隔了幾年了 當然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這些做法 是不會被人抓 那為什麼這些東西 過往是不會被人抓 不是因為特區政府孤式發文 而是因為你實在太難去做一個界定 提供娛樂 什麼叫娛樂 我都說了 有一個Vivic 即是印度的董德少爺那個教授 我舉例 他上台叫別人去投票 突然說了幾句話 你覺得很好笑的 那他就提供娛樂給一些選民的 那是不是這樣他就會被抓 做世晚會是很自然會有人唱歌 有人去做打氣 因為這些香港的做世晚會 很多都是參考美國 甚至是直接參考台灣 人家就是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反過來 我都要批評一些黃絲 那些心亡傻狗 他們就說 民建聯又派福袋 又派蛇齋餅粥 他們又不是賄選 我們要搞清楚這個執法邏輯 香港是比較特別的 他們是將選舉期間以外的時間 是不受選舉條例監管的 換言之 只要你不是在選舉期間 即可能提名期開始之後 那你做蛇齋餅粥 你去派這些派露給別人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不單止民建聯會 會做蛇齋餅粥 會搞荔枝團 喂 泛民也有搞李卓人 李華民也有搞荔枝團 喂 人民力量也有派過公仔麵 其實所有這些人 都是跟著法例去做 你可以說這個法例是 沽釋了建制派 讓他可以用大量的資源去收買市民 但你不能說他犯法 因為這是一個執法概念 香港的選舉條例的執法概念 就是在選舉期以前 全部都是任你去做 即是除了一些直接叫別人投票的 那些 否則你派福利給別人 就是沒有所謂的 但是選舉期之後 就是要 我們說要收緊 就是這些事情不能夠再做 那他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監管 不過 即使有這些監管 有多個灰色地帶 你都很難執法 所以就會用一種放任 或者寬鬆的態度去處理 所以2018年之前 你猜那些做完晚會 沒有人唱過嗎 蛤 喂 但是問題就是 你很難去抓 喂 什麼叫提供娛樂 我上去 譬如我最記得 那時候蕭先生 做這個人民力量的動員大會 跪在大家面前 喂 那有人會覺得這個是娛樂 哇 很有戲劇性啊 很感動啊 就是一個娛樂 那就抓他 喂 這些這樣的界定 你沒有辦法 是很清晰地去做 所以就通常我們都是不會計 那 也都很直接的兩點就是 喂 第一 如果你覺得是犯法 為什麼2018不抓 2019不抓 2020不抓 2021年才抓呢 第二件事 也都有很多人 立刻找到一些例子出來 喂 很多建制派搞造勢大會的時候 都會唱歌 而查詩 我那個解釋也是不合理的 他說喂 大俠唱就不叫做娛樂 為什麼大俠唱就不叫娛樂 啊 任你說而已 你說是就是 你說不是就不是 找一個不出名的人 上台唱歌就不叫娛樂 什麼叫出名 什麼叫不出名 喂 可能那個人 我心目中覺得他一點不出名 黃耀明 誰不懂 喂 但是你找那個不知什麼建制派 紅星可能找了一個屯門拿拿 上去聯絡馬拿 其實很出名 我覺得他是 你怎樣去判斷呢 根本沒得判斷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 其實建制派是做很多這些事情的 泛民也是跟著建制派做 我就跟著派一波 派少一些 喂 陳凱欣的人已經抓到了 這個真的沒得爭 就在做世晚會裡面搞個省屍表演 省屍表演怎麼可能不是娛樂呢 你沒得爭的 去到最後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要找東西來搞 就是 就是要去做這個寒蟬效應 就要去抓一下你的藝人 就是恐嚇一下你 其實他找了一個方法 就是把一些在以前不會進行拘捕的事情 現在就抓回來去做 有一些人說法 我覺得有一半是對 其實今時今日還說什麼執法邏輯 其實擺明就是選擇性執法 難道你覺得這個政府會跟規矩去做嗎 有一半是對的 當然現在政府是亂來的 我們每個星期都在說 政府如何收緊這個言論自由 以這些執法的邏輯 你是完全難以理解 但你只能夠推斷他怎樣做 他為什麼會這樣畫一條紅線 但沒有人告訴你 他真的要跟你的想法去做 因為他現在純粹是結果 目標為本 他的目標如果要搞死黎智英 搞死黃之鋒 那他就因應這個方法 去調整執法速度 所以去探討這個執法邏輯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是 你也不能說 什麼都不要說 什麼都不要說 你的臺子接了他 你還留什麼言 你閉嘴吧 去說說風花雪月 去打遊戲 去唱遊戲 去唱遊戲 就算了 雖然現在New Way都結束了 我們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 或者關心政治的人 沒有辦法 就是政府五時花六時變 把很多以前他們沒有畫過界的東西 現在都變成了一種犯法的規則 我們就要了解究竟他為什麼要轉 然後我也是那一句 因應他轉 然後調整我們的生活 好了 當然 還有一件事我要說的 就是蕭生 蕭生 其實我不知為什麼他最近這麼勇 之前就批評這個港大學生會 站得不正 就說他跟這個港大校方扯貓味 所以就寫了一個跪低的聲明出來 然後就叫港大學生會 倒閉了他 今天呢 他就出了一條片 就去批評這個 歐樂軒如不可及 講到批評歐樂軒 我肯定是權威 因為我是前度的歐樂軒 的追擊手 但我也都說過 當歐樂軒 是第一個站出來 說不選這個立法會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人物 因為其實那個議席那時候 當然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他明明是贏硬的 都是退選 那這個人是 在歷史上應該有他的席位 更加之後不用說了 他離開了日本 當然你可以說他蠢 就是他離開了香港 去了日本 他都要回來 那你回來之後 他才搞到今時今日 都還要坐牢 但是起碼 他是真的愛香港 他真的會 即使他可以 長期在日本不再回來 他就避過一劫 他也是因為關心香港 所以回來 這些位置 正如有很多人說 也不明白為什麼 有很多人還說 批評泛民那些人 連人坐牢都繼續追擊 坐牢 我們已經不會說泛民壞話 因為他已經承受了 最大的政治迫害 還有什麼好批評呢 除非他出來又做些事情 是你忍不住去批評他 我們當然不會再批評他 反而是那些老千石的 明明人家坐牢 還說人家是鬼 還說人家收共產黨的錢 這些人 為什麼那些黃色 我完全假裝看不到 黑白顛倒 好了 說回蕭散 我覺得你真的不要太離譜了 第一件事 他說他一早知道這件事 一早知道你不2018年跟他說 你今天才說 他十年前已經說這件事 然後他再補充 他說 是十年前如果有人問他 他就會這樣一答 超 不如你告訴我 十年前已經知道 比特幣會升 然後就發了 雖然十年前 不知道有比特幣嗎 也不太能計算到 但anyway 喂 現在你去做事後 很明白 把托嗎 唯一一樣可以批評是什麼 就是歐樂謙坐牢之後 這個Facebook page 竟然他不把他刪除 其中一個 為什麼會找回這件事 他就說 在Facebook page 找回這些片出來做證據 我覺得 其實現在當然 政府特別的國安處 會找人去盯住網絡 他要找資料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在這個網絡上面找 然後找完 再trace他曾經申報過選舉廣告 才去做這個檢控 你唯一一件事可以批評就是 幫歐樂謙 runFacebook page 我肯定就不只他一個人 run 所有政治人物的Facebook page 都要超過一個人 run 為什麼不接他 或者最低限度 很仔細地trace以前 跟政治有關的事情 應該全部刪除他 你是可以批評這些事情 但我也不會批評 因為沒有人知道 共產黨會做到這麼絕 喂 你拉得這個 你就會把陳可欣 以前的概念就是 我們看著建制派來做 建制派做是合法的事情 我們就跟著他做 你怎麼知道 建制派做合法的事情 原來你拘捕我 你沒得說 喂 但蕭生不是 他竟然夠膽死說 喂 他是如不可及 喂 麻煩你早點說 就是今時今日講 你除了 如果用黃絲的角度 你除了分塊有什麼意義呢 之前又罵這個港大學生會 今天又罵歐樂憲 你不是泛民的嗎 這個就是吐動黃絲 我沒有什麼所謂的 就是你去批評這個 批評那個 他錯了你就批評 為什麼他是因為泛民 就不能批評呢 我現在是嘲笑的 就是那些心亡傻狗 喂 你們明明就說 不要分化 不要罵自己人 不要把自己人批評到好像是敵人一樣 喂 現在蕭生就是這樣做 他就說這個港大學生會 是接近他好過 喂 他就說歐樂軒是愚蠢 他最聰明 喂 你這麼聰明 就不聰明 在2018年的時候跟他說 你說你十年前知道 就麻煩你十年前就拍片和大家說 喂 千萬不要在他做世大會那裡做這個表演 你就算要做個表演 還是在他做完做世大會之後 另外一部分做 說這些浪費氣 現在你再說一下 說到自己怎樣有事先先明 你事後恐明而已 然後這些冷嘲熱諷 黃絲就是假裝看不到 黃絲就覺得 對呀 歐樂軒真的很蠢 為什麼會這樣做 人家一坐牢 還要多踩兩腳 然後那些建議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了 然後你又會說 現在香港也是執法不公 建制派做的事情 就不會被告 只有歐樂軒被告 你也懂得說 不關他聰明不聰明的事 蠢不蠢事 現在是要跟回特區政府的方法去做 你以為他這次不告這件事 他找不到另一件事去告嗎 總有方法可以找到告的 國安法已經是天羅地網 而選擇性執法也一早知道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什麼 就是當日你說 香港最有法治的 你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有人在高等法院放火魔法 你說什麼 你說這些人是鬼 這些人用心險惡 現在哪一個人是鬼 哪一個用心險惡 哪一個罵阿樂軒 坐牢後 你還要追著他來罵 還要怪責他做錯事 而在2018年 沒有人覺得有做錯的 我真的不明白 你們這些黃絲 如果你們不拿蕭生這件事去批鬥的話 那其實就再次證明你們就是相同標準本龍門 你們自己有狗爭狗的 今天不得人說 星期四才說家明這件事 就假裝看不到 沒有事發生 好了 你們不喜歡的人 去批評泛民的 就說人家分化 沒有人跟你們是同路人 我再次說 我不是你們是同路人 不是同路人分化不了你們的 我們現在兜口兜面 直線抽擊 就是說你們蠢 聽這些垃圾KOL 說一些假話 說一些販賣的愚蠢和恐懼 然後還要按刮刮課金給他們 你們是活該死的 我想說 不是去分化你們 全部都是垃圾 OK 不好意思 在座各位黃絲 你們全部都是垃圾 而今時今日這個例子就很好了 喂 歐樂軒坐牢了 還要踩多兩腳 2021年政府硬來 還要怪人家2018年為何這麼蠢 會搞個做世代會 叫人家唱歌去做這個助選 你不要看建制派做完那些事情 那時候不叫你去舉報建制派 你這麼厲害 那你為什麼不去私底下 拘捕他們說 人家問你你才會說 這些就是我想說 唉 這班人 個個都冠冕堂皇 說到自己怎樣 有邏差 有獨立思考 實際上 全部都是一班 完全沒有原則 純粹就是跟個人起戶 去進行批評的一班垃圾 現在就到這裡